隔壁的李大爷上了年纪后颇有体会,50多岁时才感觉身体慢慢不如以前了,身体的抵抗力慢慢下降,皮肤上的皱纹也渐渐增多,很多身体器官在慢慢地走下坡路,但还有出现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等到60多岁,没有管好饮食健康,三高便慢慢找上门了,身体偶尔也会出现急性疼痛,不舒服的头昏症状等,年纪的增大疾病也慢慢显现出来了,但还都只是出于症状初期阶段,还没有发展成质变。 一旦到了70多岁,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经不住再大的折腾,明显身体病症不赶紧加以控制就容易出生病变,也是危害生命健康的危急年龄层。 不单单李大爷这样,很多人到了70多岁的年纪都容易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因此,这个年龄层也称为危险年龄段。 有很多人会好奇,不应该年龄越大,身体健康受到的威胁越大吗?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还真不是成正比例的关系,反而是过了70多岁,来到80多岁时,身体疾病,状况发展会趋于平缓,类似于60多岁时的发展速度。 这样看来,危险年龄段在70多岁时达到顶峰。 以色列学者发现,在60至6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每月平均有两次健康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80至8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每月的健康状况却与70至79岁年龄段的人一样稳定。 60至69岁是一个危险期,这段时期,各种器官衰退较快,是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段,常一出现高血脂、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 而进入80岁以后,这些疾病就会出现下降趋势,精神和机体的健康有可能恢复到60至69岁年龄段那样的水平。 因而,60至69岁这一年龄阶段被称为危险年龄段。 老年人想要获高瘦,60至69岁这十年的保健是至关重要的。 每天做到十个一平稳度过危险年龄段。 一、一壶水,水是最佳最莲的保健饮品,这丝毫不夸张。 专家指出,防治心脏病,三个时段喝一杯水效果最佳。 第一杯,晨起空腹一杯水。 起床后,可空腹喝一杯水,因为睡眠时我们的隐形出汗和尿液分泌,损失了很多水分。 起床后即使不感觉口渴,但体内仍会因为水分缺乏而导致血液粘稠。 因此,起床后一定要尽快小口慢慢补充水分。 第二杯,睡前一杯水。 当人们睡熟时,呼吸,汗腺仍然在排出水分。 或多时,血液粘稠度增高。 睡前一杯水,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容易发生在秋冬凌晨的向心脚痛、心肌梗死这类疾病。 第三杯,运动后一杯水。 适量的运动是长寿的基石之一,尤其是老人,更应注意有效合理的运动。 但在运动后,应特别注意补充水分。 运动时,汗液带走电解质,且消耗较多能量。 若不注意,运动后极易发生低血糖,严重甚至引起晕厥。 因此,运动后,建议老人们小口根据实际情况饮用淡盐水、淡糖水。 二,一碗粥,想少生病,那喝碗粥吧。 清代著名医学家王世雄在他的著作中称粥为天下之第一补物。 中国日报网刊登了一篇哈佛大学对十万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发现, 每天喝一碗约二十八克全穀物熬成的杂粮粥,可降低百分之五的死亡率和百分之九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每位志愿者在1984年参与研究时身体状况都良好无恙, 但是在2010年的反馈调查中,超过2.6万名志愿者已经离世。 但经常食用猪如麦片粥、糙米、玉米和藜麦等粗粮的志愿者似乎避开了所有疾病,尤其是心脏疾病。 三,一杯奶,牛奶被誉为白色血液,对人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它的营养几乎是全方面的,钙、脂肪、蛋白质等均较为丰富。 牛奶以及奶制品每日推荐摄入量是300克。 就拿普通的200毫升的袋装奶来说,每天喝一至两袋也就足够了。 四,一个鸡蛋。鸡蛋可以说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蛋类。 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高达98%。 很多人在选择鸡蛋的时候,喜欢选择价格较高的土鸡蛋。 其实,羊鸡蛋营养更均衡,更适合老年人吃。 土鸡蛋和羊鸡蛋营养成分有显著差异的主要是胆固醇的含量。 土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羊鸡蛋的2.3倍,所以吃普通羊鸡蛋似乎是更好的。 五,一个苹果。 现代研究认为,苹果具有降低胆固醇、减肥、防癌、防衰老、增强剂矣,使皮肤润滑柔嫩等作用。 不同颜色苹果的保健功效各有侧重。 红苹果入心,降低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更强。 青苹果具有养肝解毒的功效,并能对抗抑郁症,因此较适合年轻人食用。 黄苹果对保护势力有很好的作用。 六,一个洋葱。 洋葱营养价值极高,有多种功效,包括帮助降糖、降胆固醇、防癌、保护心脑血管,而且还能杀菌抑菌、防治感冒、补钙健骨。 一周至少吃个三四次,保健作用就有了。 七,一块鱼肉。 营养学家曾形象地告诫,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 四条腿的,主要是纸猪、牛、羊肉。 这些肉类吃太多,不利于减肥和降低血脂。 两条腿的,主要是纸鸡、鸭、鹅等禽肉,是良好的肉类食品。 没有腿的主要是纸、鱼类和各种蔬菜。 鱼肉所含蛋白质容易被消化、吸收。 所含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 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量大,对身体较为有利。 八、一公里不行,温和地健步行走,有神奇的抗衰老功效。 成年人只要坚持有规律地行走超过12周,就会达到体态端正、腰围变细的效果,而且身体结实,不易疲劳。 此外,步行锻炼还可以治疗头痛、腰痛、肩痛等,并可以促进睡眠。 专家们认为,每天散步30分钟可以摆脱成人病的危险。 每天走一万步的人,患心脑血管病的几率会下降60。 九、一项爱好,有一项爱好,不管是养花、养鸟、挤油、钓鱼,还是书画、唱歌、下棋、旅游,都让老年人保持与社会大自然的广泛联系, 无形中使老年人开阔了眼界,更加热爱生活,珍惜人生。 十、一份好心情,老人保持良好的情绪,对于身体健康极为重要。 就老人常见的慢性病而言,就与老人心态息息相关,许多关心病患者,就是由于不良情绪的刺激而出现心脚痛和心肌梗死,导致突然死亡,坏脾气导致高血压。 严重可引发脑促重、心力衰竭、猝死等,气出来的糖尿病。 暴怒、焦虑、悲伤等情绪会使得血糖浓度升高,引起机体代谢功能紊乱。 由此可见,拥有一份好心情是多么的重要。 70多岁正式退休之后的养老生活,时间充足,身体健康自由,多多安排一些有乐趣的活动来丰富生活, 比如外出聊天散步,公园打打羽毛球,家里书房练练字等,很多适合老年人培养身心健康的活动,既可以丰富枯燥的生活,又可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